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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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do真的是要查清楚 畢竟青春宝貴沒有時間可以再浪費 在今年4月被閨蜜財子捅到男友和木屋皮分手後 最近身邊似乎有了新對象 就在21號 Dodo結束錄影之後 搭車回到大直住處 此時有個生命男子出現了 穿得相當輕鬆 腳上踩著拖鞋還推著醜物娃娃車 看起來跟Dodo的關係應該是相當親近 畢竟都可以幫忙遛狗咧 兩人還一起走進了大樓裡 據本刊調查這個地方應該是Dodo的租處 當我們再次看到兩人出現時 他們默默的換了一套衣服 去跟朋友一起吃火鍋 是說這可以一起回家換衣服的關係 到底是什麽捏 真是令人好奇啊 是說Dodo兩個人胃口真的很好 才剛吃完火鍋再回家路上還一路買 從豆花買到鹹酥雞食量真的是相當驚人 之後再回到豆豆租處 兩個人就沒再出門開心就這樣過了一整晚 我們笑過場 真的努力太過 據本刊調查這名神秘黑帽男是一位空服員 似乎對唱歌很有興趣 在IG上還有好多篇唱歌PO文 看起來是有才藝的男生 但對豆豆來說 人品應該是要比才華重要 畢竟交往三年的前男友劈腿吃閨蜜 這情傷不能說不聲 為了避免再受傷害 現在這位新護花使者應該是仔細勝選過的